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何避开散户的思维 像我的一些概念和操作经验 像散户完股票长期下来一定是赔钱 因为我每次出手的时间点 像我做的这么多年 其实我每次出手 我现在出手我还是会紧张 因为我每次出手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 大家觉得最乐观的时候 大家觉得会长的时候 所以我才出手 我跟大家做不一样的动作 相对的假如说 在大家觉得会长的时候 你也去做多 还是去怎样的话 即使你的心里会很踏实 很有安全感 不过 基本上你这笔交易 一定是赔钱的居多 所以每次我都咬着牙去交易 我这几年的获利 或许就是从跟我操作不一样的人手里赚来的 然后我其中里面 可能更多的 我更多的就是交易税还有筹续费 这些也是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手中所赚来的 所以我可以肯定说 散户一定是 输家嘛 所以 有时候 买股票之前 或许要先想一想 你觉得这么好的话 大家也都觉得这么好 那这支股票为什么不会涨 为什么有人卖 或许 要去想一想这些问题 所以跟着散户对着做 我说 藏起下来一定是 赢家 就是 这种就是富贵险中求了 真的是这样子 当然你 当然我也 当然散户也是会赚钱的时候 散户也是会赚钱 因为我 我几乎都跟散户对着做 我也常常会赔钱 只是说我赔钱的几率不高 所以我可以知道说 散户有时候 我跟散户对做散户是赢的 还不过 藏起下来 散户一定是输家 所以这种 毕竟钱没这么好赚 你 钱没这么好赚 所以你 你要赚的话 你也 你也是就是说 要割舍一些东西 像我每次下单 我就是在大家 最乐观 或者是 看起来就是 一定要涨的股票 我才去赌跌 然后每次我做 我都做的 真的还蛮害怕的 对 但是这样子就赚钱了 对 主力他要出货 一定出在大家 最乐观的时候 你觉得一定涨的时候 然后 对 这个时候他出财 出得掉 像你觉得 文涨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文涨 对 如同之前所说的 我是个很保守的投资人 所以我的投资行为 我都是很保守的 所以只要风险和利润方面 能够比银行的定存好的 投资策略 我就很容易去投资 因为我认为世界上没有那种 你都不用做什么 就会比银行定存还要高的投资 就像之前雷曼兄弟那种联动债 像那种利润那么高 就一定有他的风险在 这就是有一种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没有那种你都不用做什么 就可以 你的获利就能比银行的定存高 所以基本上你要赚钱的话 就是要靠自己的脑袋 就你自己也是要花费一些心力 所以我平常在股市里 像做这种一些风险比较低 然后利润比较高的报酬 操作方式我有很多种 因为我会去 平常我会去想会去看 然后我书里也是有举例的几种 像那几种你每个月 只要说花个一些些心力 其实每个月都有几百块或几千块的收入 这个才是我觉得比较稳健的投资 像这本书我是觉得说比较适合想 研究单充的人 或者是你买的股票就赔钱 卖的就涨的人看 因为里面我自己的操作方式 也是一些凡市场操作 然后也更适合一些比较保守型的投资人 因为我自己也是比较保守的 然后像指标操作的人 因为我觉得 指标操作 就可 指标操作的人 大部分就是跟大盘在赌说 指数有没有大波动 有大波动的话 指标操作的人就赚很多 那假如是没有什么波动或者是盘整 指标操作的人可能就赔很多赔偿了 那所以 原则上我不知道说 大盘的斩跌跟指标到底是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关联性 对 因为我 我觉得两个是没有关联性的 所以我书里也就 没有针对指标方面下去做更多的叙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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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